好 这个川普讲了这番大白话之后 当然可能让这个台湾感到非常的震撼 但是往前推一点 你看到川普所属的共和党 公布了最新的党纲草案 这个草案里面呢 相比于上一次2020年的版本 最大的不同在这个中美台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 取消给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 但是里面完全没有看到 有关台湾立场的宣示 这是40年来第一次没有提台湾 所以是台湾不重要吗 台湾凉了 台湾对于川普来讲太小了 因为就是一个桌上的笔尖 你还记得吗 这是当初的川普团队后来翻脸 他的前国安顾问不是出了一本书爆料吗 说在私下谈话当中 川普大战习近平 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说大陆很大 就指着他的桌子 跟他的桌子一样大 台湾多大 他指着自己的笔尖 台湾就是笔尖那么大 所以没有错 我们大家必须要体验到这个现实 在川普的心中 在这个可能是未来美国总统的心中 就是这样认定的 他我口说我心 往好处想也是个好好事 至少没有口是心非 对不对 他以前就这样说 那现在呢 这个选举当初四个月 也再度讲了大白话 所以台湾要做好心理准备 安全带要绑好 那这个保护费不知道多少钱 北京会不会抢着买单呢 好 北京如果买单会怎样呢 如果台湾可以被交易 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 他给台湾出保护费 假设出十块钱 那北京要是出二十块呢 是不是啊 不晓得 因为大家知道 谈生意就是这样谈嘛 我跟你台湾谈好 这台湾就价格就是我的筹码 我再用这个筹码去跟另外一方谈 再用另一方一方钱 再来跟台湾谈 价钱越电越高 生意人就是很会这样子 我相信这个新闻台湾很重视 北京应该也很重视吧 很大 你可以谈呢 你可以交易哦 是吧 好 丽将军继续讲下去 那当然就是每天都有这张图 都已经不太想讲了 就是每天台湾人的日常 那这次当然比较不一样 又是来个四面包夹 这也不是第一次啦 对不对 北中南东 就是温水煮青蛙 然后呢 导师这个联合报 特别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昨天的那张图里面 昨天我也没有讲 因为昨天那张图 也就是大家觉得还好的概念 但是我们国防部的新闻稿里面 首度公布说 有公务船一艘次 他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公布什么船舰呢 他特别讲公务船一艘次 对 公务船 对特别把这个东西点出来 那今天有媒体注意到这个细节 也引发了大陆媒体的关注 因为这是台湾军方 几乎从来没有过的表述 那特别点出来又没有写得很详细 是科考船呢 还是什么船呢 他没有写 但是点出来应该有他的意义 所以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李将军 我先补充一下川普讲这话 我觉得川普应该付给我们台湾保护费 不是我们要付给他 我们现在站在第一线 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那边保护你美国 你美国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我们台湾 就马上推到你太平洋 推到你关岛 台湾应该联合日本联合菲律宾 一起向美国要保护费 对我觉得应该保护费 那如果说真的美国要保护费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乐捐的态度 有些人可能需要美国保护的 那你们去交保护费 那我们来讲 我们不需要美国保护 我们就可以合力不交这个钱 我觉得这东西 你应该民进党 你应该很公平的来对待 需要保护的人 你去交保护费 我们不需要你美国来保护我们 然后我接下来讲这张图 我特别 其实我这张图 每天出去每天出现 我们当然都已经习惯了 可是我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东部海岸那家直升机 几乎每天都有 那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有这个直升机 代表有一艘这个大型的军舰 可以停在直升机的军舰 一直停在我们台东跟花莲的外海 在这边做什么 然后这架直升机每天就飞到 我们的ADIZ里面 等于这个军舰就在我们的东部外海站岗了 这个我觉得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台湾海峡中线来讲的话 大概我们都有感觉 那为什么有一艘军舰一直在外面 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我觉得这艘军舰 就是在这边演练 随时可以切断 这个我们美国对我们台湾的 这种运捕的路线 因为我们台湾如果战时的话 第一个我们苏博 我们讲我们这次汉光演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自己国防部公布的海军苏博区 第一时间海军的苏博 就是到东部海岸去苏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是汉光演习国防部自己公布的 就是我们要恢复我们海上一个交通运补线 就是讲明了就是从花莲那边 不管是民生物资或者战时的物资 要从花莲港那边进来 那你现在如果随时有一个军舰停在花莲的外海 那你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战时的时候 它这个就很明显在演练封锁作战 现在是一艘军舰在那边 其实我们很难断定是一艘还两艘了 它搞不好两三艘军舰在那个地方不晓得 但国防部只公布一架持生机 这架持生机是因为飞进ADIZ里面 所以我们才公布 可是这时候在台东外海到底有几艘 这个解放军的军舰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国防部没有公布 那我们也不敢猜测 可是我想说最少有一艘 那为什么军舰在这边呢 就很明显的是在遂行它的这种不管是隔离作战 或者反封锁作战的可能性很高 那公布船我觉得公布船我一直在强调 公布船的影响很大 公布船很可能很多种船 对不对 它譬如说是海景也叫公布船 科考船也是 对科考船也是 医疗船也是 对可是最重要第一个 它代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代表它意义就是说 这个地方它是从它的领海了 所以它公布船到这边来航行 自由航行 我到我自己的国内的领海地区里面来巡逻 或做科学考核或做什么 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不要小干海景 我一直强调说是 其实海军比战绩来讲还严重 海景比海军还严重 你知道为什么海景特别严重 你认为说在菲律宾6月17号 那次菲律宾南海冲突是海景的这些人员吗 你会发现为什么它能打 在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么能打 我仔细去看中印边界冲突是怎么打起来的 前面第一排的人他是讲英文的 讲英文代表什么 他教育程度很高 我用英文跟你印度人沟通 然后等到开干的时候 那群人散开 后面的人冲上去打 后面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最近才了解少林武僧 从四岁五岁就已经在少林寺练武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以后培养出来的海景或者是武警 那这些人其实他战力他的打架能力 他甚至于比这个一般的现役军人还要高 如果说解放军这次来的海景是那种 他只是穿的衣服是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军人衣服有军人 我穿的是 所以我面前看这个渔民有没有 有些渔民 你认为那是渔民吗 我搞不好 那就是少林的功夫高手在那个地方 如果真的是要动手的话 你看看他们练的是长棍 对不对 这个短棍 那如果说那个长棍上面绑上一个铁丝网的话 就变成狼牙棒了 那个短棍绑上 所以那些是真的能打的人 是从四五岁开始练武的人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海景 这时候如果他未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为了避免说升级到军事化的这种 成绩来讲 引起国际的纷扰 他大可以用海景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强调 海景对我们的威胁 会比海军的军舰更严重 那空军来讲的话 他的威胁性还不如海军 海军来讲他在海上很久 我们从东部这架直升机 你就可以证明 他在这边每天都停在这个地方 每天都来这边打卡一下 去看看这个风景 然后回去再看看这个风景 大家回去调过去这一个月半个月的图 真的是天都在 每天都在 而且你认为是只有一艘军舰在这边 我认为说绝对不会只有一艘军舰 下面有可能它的潜艇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自己东部地区来讲 国防部没有讲明白 那我们也不要疏忽了 说认为这一艘直升机不重视 没有什么严重 其实更严重 还有一件事情 我特别要强调 这个东部海有多严重呢 我们自己海风中队前两天 每天看到那个灰色的 这个海风的 熊二熊三的机动车在花莲 对不对 那边跑来跑去 今天最新的新闻 富岗渔港 停了一大堆的这种 这个海军的 这种飞弹快艇停在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停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 这时候突然飞弹快艇 按理说你应该在西部海岸 你为什么跑到东部的富岗渔港 你为什么这些飞弹车 在花东地区向跑来跑去 你是准备在那边训练吗 你训练大可以在这边 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国防部 知道说是这个花莲外海 就是太平洋这边来讲的话 有很严重的这种 解放军的大型的 这个军舰数量很多 在这边集结 对难怪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网上 有各式各样花莲台东一带民众 自己拍的一些画面 就整个气氛非常的速杀不寻常 所以这架直升机是小事 这只是一个 等于说只是冰在一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